由花莲领馆处主办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合办的 《根植跟着老人家的手》 艺术剧《深川离海艺术创生成国展》 这个周末假期是在花莲文创园区 由秀离乡俄陆创作艺术公寮 以嘹亮歌声搭配主题试集和艺术表演 让太阳露脸的周日下午可以吸引贵宾和民众来共襄盛举 随后是由花莲领馆处的处长黄群彻 与部落共同创作两本书回赠给部落代表 也为全国展揭开序幕 秀离乡的俄陆创作艺术公寮 以嘹亮歌声为十三日的根植 跟着老人家的手普赫帕艺术剧《深川离海艺术创生成国展》揭开序幕 随后由花莲领馆处处长黄群彻 将与部落共同创作的风冰箱知识地图 七地之地 与格马兰生死仪式绘本 《这是你最爱的东西记得带走》 两本书回赠给部落代表 象征正式将传统知识返还于部落 实践对原住民智慧创作的尊重 106年林务局在推转山村绿色经济 我们花莲领区管理处就跟在地的部落来做 这些向推动山村绿色经济来做结合 那这次以东海岸的风冰五个部落 同门五个部落 大概海岸山脉五个部落 中央山脉五个部落结合 总共十个部落以艺术的形式来做串联 所以我们跟十个部落其实我们是让着这些部落 由他们部落自主 想要去展现他们部落的这些传统文化 或者是保存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方式 由艺术家来跟他们来做合作来推动 然后发展得出许多各种不同样式的这些保存的一个作品 借由这次的展览能够让民众更能够把 原住民传统知识在地文化给根植在各个大家的心里 让大家知道其实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知识 另外就是希望我们借由这次的展览 我们希望把这些传统知识 让部落能够未来做家喻应用 能够真正在落实这些整个山村经济 最重要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石 此次共同展出尔路创作艺术公僚的 普河帕艺术剧 节点共创的深川梨海艺术创生 呈现秀林乡 风冰乡等十个部落 四个族群艺术创作的努力成果 在两个计划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大的相似点 就是我们其实都透过大量的口法 跟家族的调查 在追溯部落的母体文化 因为我们觉得唯有认识自己 更认识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你才能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 也才能够知道自己怎么往前走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调查之后 也带来了艺术胶 带来了很多的创作工作坊 带引进了社群的创造动能 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那领馆处也说 不只希望把人带到部落 他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成果展 把部落介绍给大家 那对我而言 我想跟东东一样 我们在做的事情 并不会因为这个成果展而结束 而这件事情持续的在进行中 那在这里展出对我而言很大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没有因为这样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然后能够促进更多族群 彼此之间的交流跟相互了解 伯和宝艺术一直是比较以区域性为主的一个艺术节 那为什么我们叫伯和宝 因为伯和宝是花开的意思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在同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然后伯和宝就像山谷中独立的花 虽然就是在山谷里面绽放 但是它却不有生命万象 所以我们的艺术节里面 我们是从新工艺的合作 因为部落里面有非常多的传统工艺的传统的家族 在延续这些传统工艺的制作 所以我们美和宝艺师来跟他们一起讨论 就是当这些古老的事情转身面对当代 要如何与普罗大众来对话 现场展出四幅艺术家王秀儒原创剧服首辉地图 另外还有工艺家作品 音乐专辑绘本专书 驻村艺术文件展 纪录片放映等 即日起在花里文创园区第十栋 展出至12月20日 从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而15日至20日 下午分别有文化体验DIY活动 受过13日开幕的民众 20日下午同样有精彩的主题市集 以及部落艺术表演 更多资讯可上联书粉丝专页 身穿离海师弟艺术季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走 out of the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YEEZ 感谢观看